让我们中间回到比赛当中 因为这个体育场里面的温度还是蛮低的 所以不打球的时候我们看车友蓝是穿上了一件白色的外套 Table 11,Rupin Emmett from Philippine and Ninsu Min from Taipei Table 10,Yu Wei from China and Johnny Archer from USA 好了第一半局的比赛开始了 看看小婷的开球局 小婷好像缓冲关了是吗 对 小婷也在这边冲球了 看二号能不能进 两个球都是这样 二号二号两个球都是同一点 这刚开完呢形势蛮凶险的 还好三号球有一点点的困难 在微博上呢 大家其实可以如果有这个刚开始看比赛的朋友呢 也可以提一些问题啊 这个我可以和孙立强一起来为大家 大家一起来交流和探讨一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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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嗯 这个角度留 留了不错 有点薄啊 还是好像还没有太大到位 看能不能从一个狭小的一个空间 7号和9号之间过 嗯 撞到了旧花 应该这个角度可以看到一个薄边啊 嗯 可以进来做防守 否则的话自己打完把自己做出来 这蛮尴尬的 但这根防守要考虑 考虑一个9号球的位置 哦 运气还不错啊 如果没有这个5号球 这个走球直奔迪带去了 那这干球呢 潘晓婷是可以跳干的 看跳关打完以后 你4号还是形成一个 对 4号还是有问题 好 台阁干尾 嗯 用炸干的效果 多一个弧线出来 一呦 那那这干就漏掉了 嗯 这个篮子比巴小婷年轻 比赛经验上应该也是不如小婷 但我觉得状态 竞技状态要比小婷好 嗯 并且最为关键的是 嗯 比赛的赛制是抢7 所以呢 这个其实偶然性还是很大的 很短的一个比赛 这个篮是87年生的 现在的这个选手啊 就是非常的年轻啊 88年87年 斯诺克试尼赛的 新科的亚军啊 哈哈哈 特朗普是89年的 啊 这个这个就是有想法的 五九泡 嗯 如果的话这个 呃 主球不会走出来这么多 对 嗯 这干还是蛮有难度的啊 角度如果算不好的话 很容易为别人做加一 对 这一干 大家都胜负手 嗯 这一干近了 嗯 对 打不好就直接小婷的机会 嗯 嗯 嗯 好准 好准 漂亮 嗯 听见他今天就是说胆子也比较大 你现在在文艺和体育这一块 你发现真正挑战两个都是80后的 你们最著名的几位运动员 姚明 刘翔 李纳 定计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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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都是80后 嗯 嗯 嗯 好 小天音又和